北京时间8月3日,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在国拼选手孙颖莎与陈梦之间进行,最终两大国手激战六局,陈梦4-2爆冷未免夺冠,邓亚平的点评一针见血陈梦综合厚度还是更强。 包括男队的球员在内,孙颖莎在巴黎周期是国拼战绩最出色的球员,陈梦则一度与女单资格有些距离,最后时刻才惊险反超王曼玉拿到了巴黎奥运会女单参赛资格。 此前孙颖莎已经拿到了混双金牌,女单一路5个4-0杀进了决赛,气势非常足,陈梦则相对比较低调,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,也几乎没有人看好陈梦能完成未免。 首局比赛孙颖莎早早打出状态,11-4轻松拿下首局,第二局比赛陈梦11-7扳平了比分,第三局陈梦11-4拿下取得了大比分2-1领先。 第四局比赛孙颖莎早早拿到局点后却在第五个局点才艰难拿下,二人2-2打平。 第五局比赛二人互有领先,邓亚平点评表示陈梦在相持球中拥有更多的优势,更厚一些。 7-7后孙颖莎连续主动上手连续得分,9-7领先,陈梦主动开长球追平了到了9-9,孙颖莎的发球轮陈梦继续得分,陈梦在7-9落后的时候一波4-0,11-9拿下了第五局,大比分3-2领先。 对于比赛的点评,邓亚平表示二人都已经拿出了自己的最强优势,关键在于细节的把控,陈梦在相持中的能力确实更厚重,调度也更好。 第六局比赛陈梦开局落后,陈琦表示陈梦必须咬住,不然可能就奔着第七局去了。 陈梦逐渐追到了4-4,5-5,陈梦擦网得分后7-5领先,孙颖莎似乎感受到了压力,一发擦网后二发质量不高,陈梦主动上手连续得分,陈梦9-5领先,陈梦在9-6后叫了暂停,最终陈梦11-6拿下,4-2夺冠未免夺冠。 最终陈梦爆冷夺冠未免,用邓亚平的话来总结,陈梦的确还是在综合厚度上有优势,辩证守所直线,二人太熟了,孙颖莎想在前三板建立优势太难了,一旦进入相持局面就是陈梦的天下了。